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8月6日 一名中国志愿者来到贝鲁特爆炸事故现场 和当地志愿组织者沟通协调 为下一步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做准备 云南基金会共同未来的这个项目主管 张卫珍现在在黎巴嫩 之前是在黎巴嫩开展难民救助工作 然后因为现在最前天的时候发生了这个 黎巴嫩港口发生了大爆炸事件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是否后续有这个 人道主义的救助 现在我在这个现场了解情况 爆炸周围的建筑物几乎全部摧毁 远处残存的白色建筑物原来是港口存放小麦的仓库 原来的房屋被炸的只剩下变形的钢性骨架结构 码头的舰船也被推倒 地上散落一些裸露的钢筋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些高楼的玻璃 基本上都是损毁的很严重 这个本来这个奥迪车卖店 现在已经是毁了不成样的 再看一下那边的一个情况 从正在清扫马路的民众口中了解到 他们是爆炸后第二天在进行街区清扫时认识的 他们自发到这里进行街道清扫工作 在这里发生大爆炸后 我们组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 来清理街道窗户的碎片等 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帮助 比如提供一些食物等 你也能看到街道上这些机器都在参与帮助清理之中 目前什么都很缺 因为很多窗户都被震碎了 人们缺少各种各样的资源 食物 水等 因为很多都被毁了 所以什么都很急缺 据了解 北京平兰基金会共同未来 此前在黎巴嫩主要开展难民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该基金会目前正在搜集一些需求信息 考虑提供一些物资援助